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向墓室内看去 眼前的景象使大家震惊不已 里面横放了一具鲜红的棺材 在之前的辽代墓葬挖掘中 辽代贵族下葬时 一般都是直接放置在尸床上 很少有棺果出现 1988年发掘的陈国公主墓就没有棺果 公主和他的驸马平躺在尸床上 那么土耳基山的这座墓葬为何会出现彩色的棺果 难道这里面埋葬的是一位中原人士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对墓室进行二次观察时 他们突然发现在这具棺果上 竟然还描绘着一只金凤凰 随着清理工作不断进行 考古队员终于进入墓室 墓室显得有些简陋 但墓主人的陪葬品却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在墓室的左侧 一副刘金银马鞍最先被清理出来 在这副马鞍上又一次出现了凤凰 但更让人惊讶的还在后面 在一只银河上竟然雕刻着一条团笼 一件件精美的陪葬品不断从泥土中分离出来 然而让考古队员一直所期盼的墓制始终没有出现 墓制通常记载死者的姓名 籍贯和生平事略等 墓制通常是考古人员确定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由于发掘现场条件有限 考古专家决定将棺果密封运往考古研究院后再进行发掘 棺果停放在一间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内 棺木上除了凤凰外 在其边缘还挂满了铜铃 这些铜铃又有什么寓意呢 准备工作就绪后 专家开始截掉棺盖 然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在采棺里面还有一个内棺 内棺棺盖被揭开后 棺内景象展现在大家面前 墓主人被死之品包裹着 专家决定先用X光设备对墓主人进行探查 从骨盆持骨的角度来看 死者是一名女性 上半身尸骨保存完好 在死者的头部发现了一个十字形袋子 紧接着在死者胸部发现了 很多大大小小没有规则的斑点 在脚踝处还发现了金针 以及像铜铃一样的器物 为了揭开真相 专家慢慢将墓主人头部的丝织品揭掉 随着面纱的揭开 X光计中出现的十字形袋子也露出真容 这是一个用黄金打造的头箍 上面同样有凤凰的图案 但是让专家感到诧异的是 墓主人头骨的颜色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黑色 根据牙齿来判断 死者年龄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女子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在正值青春年少时就死了呢 然而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专家从墓主人上身里抽出的每根骨头颜色都是漆黑的 有的甚至比头骨的颜色还要黑 难道墓主人是中毒而亡 发掘仍在继续 在墓主人身上佩戴的饰品有 玛瑙项链 金手镯 以及金戒指 所有的陪葬品都显得极其奢华精美 就在专家对墓主人尸骨进行整理时 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出现了 墓主人的尸骨上竟然有水银掉落 比较纯净的水银足足收集了半饰馆 水银的发现也解释了墓主人为何上半身保存完好 以及尸骨会呈现黑色的原因 这因是金属中